浩天宗乃是斗罗大陆上的第一超级宗门,乃是巨无霸的存在,浩天宗的传承武魂乃是浩天锤,而浩天锤又是天下第一器武魂,但是这个超级宗门却走向了没落,很多人或许对此有所质疑,既然浩天宗能够成为天下第一宗门,又怎么可能会被时间消磨殆尽呢? 按照道理来说,浩天宗的未来光明无比,有两大高手典礼相助,再加上唐三也已经成神,浩天宗应该流传千古,可惜的是,唐三对浩天锤并不是很看重,唐三虽然并不依赖浩天锤,在第一部小说内被称之为最强武魂的浩天锤,在后续小说内连登场的机会都不曾拥有,够大神级武魂争相斗艳,浩天锤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色彩,没有长盛的宗门,也没有长盛的武魂,说白了,一切都是过往, 浩天宗能够威胁到武魂殿,很大原因是因为唐三的存在,并不是因为武魂殿原因,唐三使用浩天锤打在一片天地,唐浩更是将浩天锤入魂,营养天下,但是唐三这一代,浩天锤却失去了秘密的色彩,这是时代性化的悲哀,浩天宗黑黄的时期已经过去,注定会被其他武魂接替。